你收到过死人寄给你的快递吗 这对小夫妻刚出门 就发现门口放在三个纸做的平板电脑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收到纸扎用品了 夫妻两个怀疑是死去的爷爷送给孙女的礼物 于是找到了冠希哥 原来男子刚刚继承了父亲的明通快递公司 他的女儿婷婷一直想要一个苹果手机和平板 但是他觉得小孩子暂时不需要就没有买 于是婷婷只能通过画画跟死去的爷爷通信 告诉爷爷自己想要手机和平板 没想到几天后就收到了纸扎的平板电脑 冠希哥觉得一定是有人搞鬼 既然平板到了肯定还有手机要送过来 于是在门口安装了监控 来个手桌带兔 但是冠希哥晚上却睡着了 第二天被小夫妻叫醒后发现 门口赫然摆着一部纸扎苹果手机 但是监控中却没有任何人的影子 冠希哥觉得是因为监控死角的问题 于是安装了更多的监控探头 与此同时 冠希哥发现婷婷的好朋友小涛 好像了解婷婷的诉求 他觉得小涛很可疑 最终发现小涛鬼鬼祟祟的 把纸扎平板电脑放在了家门口 一切似乎真相大白 回到事务所的冠希哥 突然发现带回的纸扎品好像略有不同 他发现小涛做的和其他两个完全不同 另外两个都印着明通快递的字样 这时候门铃响起 快递员发现了冠希哥手中的纸扎品上边的四个大字 大惊失色地告诉冠希哥 这个 我们老陈总下葬那天 陈总让人做了一个纸扎的快递公司和车队 都一起烧了 把我们公司的名字改成了名界的名 就是这四个字 冠希哥急忙回去查看录像回放 他发现影像中一个恐怖的鬼脸 手中的纸扎电脑屏幕突然亮起 难道这些东西真的是从阴间寄来的吗 大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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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